各位观众 大家好 AS先生节目又来了 今天要和大家谈的就是老美究竟现在在玩什么 我们也看到现在美国将会在三月份加息 中国的时候是不是加息呢 中国好像在放松银巾 暂时看起来 在2022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看到 以中东六角来到我们中国访问 中国的外交好像年年报折 老美 很多外交关系都已经冰封了 连中东本来和美国是盟友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可大可小 因为现在老美已经是石油出口角 和中东不同 大家也听过先生所说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请了先生和大家细緻分析一下 究竟现在老美在玩什么 好吗 好 先生 你好 大家晚上好 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 刚刚踏入2022年 美国的新冠 确诊超过 百万 其实大家可以知道 美国的疫情 就出现了大爆发 另外一件事就是说 在1月3日 其实就是说 这个美国新冠的确诊 首次超过一百万 大家注意 这个只是确诊 那就是说 感染的数 就会更大 大家明白 它就是确诊 而且就是说 确诊 超过百万 这个只不过 这个不是偶然的 就是刚刚在1月10日 美国新增 这个新增 每天的确诊 再创新的数字 是高达去到 148.4万 这个是美国那边公布出来的 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 这个依然 还未到高峰 我们好像有首歌 《金蚕变》 好像什么 《独自在三坡》 是的 高处未算高 命运在懒笑 OK 好 继续 没错 1月份 应该还会有更高的高峰出现 当前美国的疫情 是说明了有两个问题 一个 就是所谓的那个群体免疫 比实际 其实实际情况 已经是打了 这个美国的嘴巴 对新冠疫 根本就不存在 所谓的这个群体免疫 感染之后 还会受到感染的 已经有人在过去一年 时间里面 是感染过四次的 而且由于这个病毒的变异 支持那个的抗体 不一定会对后边的病毒 是有效的 如果不是的时候 一个人就怎么可能在一年里面 是感染了四次 还有一个事情 这个是大家查一查 就是说 世卫里面说的 这个应该是上个星期我看到的 他说 这个群体免疫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概念 没有一个实际的数据 和证实 证明群体免疫是有效的 大家看看 这个应该是前几天的 那个新闻有说的 第二个就是 美国那个疫苗 已经基本上是接近失效 可能是对形成重症 有一定的一个帮助 但是可能对防这个新冠 基本上是防不了的了 疫苗失效的意味着 为什么呢 美国就没有成功 去形成一个有效的防疫的屏障 那么新冠在美国有可能 再出现更大的变异 那么新冠就不但 就会打击美国的生产力 还会打击美国的消费能力 这个对于美国的经济来说 是一个很重创的致命一机来的 那么这个疫情呢 不是说与病毒共存就没有事了 刚刚相反 就是由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对疫情的形势呢 这个一再是错误的估算了 那么美国的局面呢 已经是覆水难收 嗯 我想呢 就够都够不了了 嗯 没错 嗯 那还有一个事情呢 就说 嗯 美国的那个疫情啊 導致了经济那个 形势的恶化呢 OK 嗯 嗯 OK 你等我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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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那美国呢 当日那个感染的新冠死亡的数字呢 当日死亡呢 是2 2 2 3 5人 引起呢 这个恐慌 就是其他国家的恐慌 那它怕了 那些呢 就是想和欧美国家 和与这个病毒共 共存的国家呢 嗯 这一轮呢 美国那个疫情的大爆发呢 主要是因为呢 是那些欧美穷啦 嗯 那个变种的感染力的增强 和呢 美国近期呢 是诸多这个 这个 大型的 折日 那个活动所致的 嗯 那美国 那个 今次的疫情大爆发之后呢 这个呢 美国呢 就自己 这个 打自己的嘴巴 那疫情持续恶化呢 美国国内的防疫的物资呢 也都严重地陷入了这个 严重的短缺的困境 嗯 这个对于美国跟着 下来的 疫情的防控呢 可以说呢 是相当于不利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美国呢 意外地呢 就要向中国呢 发出呢 防疫物资的订单 目前呢 全球那个防疫物资呢 最主要的供应国呢 都是来自中国的 嗯 以目前 2月 没多久之前呢 美国呢 还强硬地叫嚣呢 就说要全面禁止 新疆的产品 嗯 进口到美国 那目前移基的困境呢 不得 就不得不要向中国 发出求救了 因为很多那个医疗物资呢 在生产过程里面呢 都是需要用到棉的 而新疆棉呢 的质量是最优秀 而是产量最大的一个 嗯 当然呢 如果美国的医疗呢 是围住这个特朗普时间 那个医疗物资的那个产能呢 那勉强呢 还可以呢 就是说不需要呢 是新疆的产品 那都可以呢 是过得了 但是呢 在这个 欧美窮呢 呢 离习之前呢 原来呢 全美国的各医疗 那个物资的生产公司呢 都在那儿降低那个产能 嗯 而且呢 将大批的员工呢 就遣散呢 遣散呢 回到家的 那这个呢 就现在呢 就算现在是急忙的 去提高那个产能呢 在速度方面呢 也都没有办法呢 是跟得上 那拜登呢 就不 相信他呢 就不得不感慨自己呢 是之前呢 失策了 应该呢 是要多囤积一些的口罩 嗯 那结果呢 现在的口罩呢 需求量呢 是需要呢 是根据美国讲的 就说要5亿 那全美的产能呢 只是得2亿的 嗯 而且要解决 现在那个医疗物资 那个短缺呢 最快的办法呢 就是从国外进口 那大家都知道 在现实情况里面呢 在西方国家全部 现在都淪陷了 在说几十万 几十万 那他们自己都供不得应求 现在只留下来呢 就是中国呢 有足够的那个产能的出口 嗯 这个呢 就看美国怎样去选择了 看这个本国的人民的生命重要呢 还是他还要坚持呢 虚解的民主重要呢 那受美国的新冠疫情 维持这个恶化呢 和冬季那个的恶劣天气的影响呢 那自疫情以来呢 最受困扰美国 就是美国的零售业 和供应链 和呢 勞动力的那个短缺问题 就是美国的家劇 嗯 嗯 嗯 而美国 这个呢 这个呢 我看到一个 新闻呢 就是 但是这个呢 就是 内容呢 就未见好 的公布 但是就是说 就是1月14日 那北京呢 就是呢 就宣布 就说呢 口罩啊 防御 医疗 設備啊 一切禁止出口 的美国 嗯 那这个呢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中共就一见封喉 那 那 那美国你 强行打这个新疆牌 徹底呢 就沦为呢 就变成了沦冰了 嗯 那麽拜登呢 呢 現在緊急要求中国呢 去支援 下单 那这个呢 就是呢 大家都看到呢 都是大快而人心 那这个大快而人心 那这个大快而人心 意思就不是说呢 是说 恨灾落和 而是说 喂 你那头就说 要禁止新疆產品 这头 就要叫中国呢 就加 那我个人来看呢 就觉得 当然呢 现在这个的 新闻来说 没有详细的资料 出来了 要可能过几天就看得到 我估计的一件事就是说 因为大家想回想了 前两年的时候呢 美国呢 就向中国进入一些的口罩 要N95万 那后来呢 他不是说 中国的规格 那中国说 我没有N95万 所以后来呢 就 中国的策略就说 喂 如果你来买我呢 只能够买我中国规格 我估计他现在这次呢 就不允许 口罩防疫服 这些 给美国 主要是一件事 因为你美国说 要禁止这个新疆 那些物料过去嘛 嗯 那如果万一 如果美国人玩事的时候 现在他紧急要的时候 就要你 到他舒缓了之后呢 他又肯扣你 不如现在 中国就说 喂 你不要新疆的东西 我就不给你了 没错 如果你真的要呢 你国家呢 要去取消了 这个这样的规条 规限 那 你美国呢 就只可以去入口了 那和一样东西 在美国那个疫情呢 導致那个 我们会看到一样东西 就是说 会导致那个经济呢 那个形势呢 会恶化 嗯 那内部的矛盾呢 又会激化 那会带来呢 两个严重的后果的 嗯 那一个呢 就是美国政府呢 就为了寻求 一些的政绩呢 对外制造麻烦呢 可能呢 不但不会减少的 嗯 反而呢就会增加 嗯 那至于 会兑点过来落手呢 那这个呢 最重要的呢 就是需要呢 是继续去观察的 嗯 但是呢 中国肯定呢 就是 美国呢 是最重要的 针对对象的了 不过呢 中国也不怕 因为呢 美国呢 找中国的麻烦呢 这个呢 只是呢 结果呢 只是消耗美国自己的 那对上星期的 中国来说呢 就是那个经济上升 就是中国来说呢 这个呢 只不过是锻炼看拍的过程而已 嗯 另一个呢 就是呢 美国内部的政治的斗争 进一步的激化呢 最直接的表现呢 就是美国因为那个 疫情的肆虐和经济的衰败呢 民主党有很大可能呢 在2022年呢 可能呢 就会失去了 对这个 两院的控制权呢 他说 如果一旦是失去了 两院的控制权呢 特朗普呢 可能呢 就会成了 众议院的院长 就是等于现在这个 这个 民主党就有 什么佩斯的那个 佩洛西 就是做 佩洛西 对了 佩洛西 好 来 導演长说 到那个时候呢 啊 啊 啊 这就很咽咽了 那拜登呢 也不知道怎么办 美国内外都不和 那必然呢 也都会带来 全球 一些危害 因为呢 大家知道啊 美国佬上来搞搞镇呢 就为了去遮掩他国内的问题呢 就一定在外面呢 就搞一些外围的东西呢 而遮掌其他内部的 所以就一定是一個叫做 我們叫做什麼? Troublemaker 麻煩製造者 接著我們看看這件事 就是美中的加息和降息的交叉點 很多時候我們在金融講的黃金交叉點 這個交叉點的意思就是說 會到一點裡面會有一個突破 這個突破就是向上突破或者向下突破 所以為什麼這兩個 剛剛它兩個一個就加息一個就減 美國在12月的CPI其實升到7% 連續是40年來 繼續創意40年來是最新高的 也都是連續8個月的通貨膨脹就高消不退 那中國12月的CPI 倒過來就跌到1.5% 那11月的時候就是2.3% 現在跌到1.5% 現在美國就急了 通貨膨脹的指數 是當下最值得關注的指標 因為它反映了那個貨幣量和生產力之間的關係 將而反映出當前所處的周期 和下一步的經濟的預測 大家正處於一個十字路口 是美元收縮人民幣寬鬆的一個十字路口裡面 外貿劃下基建就上馬的十字路口 中美最新的CPI的數據再次引證這一點 中國的CPI回落 意味著中國在2019年 開啟了那個經濟 經濟收縮期 到2021年上半年 已經達到一個叫做高潮之後 進入下滑的周期 所以中國就會適當 就會放水 基建就上馬的 反過來的 大家看看那個高消不退的美國 美國12月份的CPI已經升到7% 1982年以來的新高 2021年的5月以來 美國那個通脹就持續去高漲和高消 美國的人生的水平 現在可以說是在水深火熱之中 這個現在是沒有收水 緊急要收水的原因 女女就說到美聯傳出來說 就說要收水了 美國的加息條件 其實是早已經是具備的 那麼失業率幾乎降至 歷史經濟蕭潮時期的低位 這個失業率首先來講 我們不要管它是真還是假 因為美國的失業率就是這樣計算的 如果你失業 它會給你六個月的救濟金 但是到第七個月 它就將你在你的失業那裡取消了 不管你找到工作做 找不到工作做 就算你找不到工作做 它就取消了 它只是回覆你六個月而已 那麼它現在呢 因為它們的政策是一個數字的 所以美國很喜歡做這些數字 那麼我們跟他們的政策 會跟回這些數字的 那麼甚至呢 比2015年加息的時候呢 還要低 那麼這裏的意思就是說 有意做工作的 有能力工作的人呢 基本上呢 就是全部都找到工作了 那麼這裏沒有講到說 那些不願意找工作的人 就是說願意找工作的人 嗯 那麼工資上漲也都十分可觀 那麼根據呢 美國的安德普韓人力資源服務公司的數據呢 它說在去年的9月份呢 換工作的人呢 平均的工資增長呢 是高達呢 是創紀錄呢 是6.6% 因為上一次我們說 是那個CPI增長6.8% 那它那個人工加到6.6% 在第三季度呢 工資的增長的兩倍 10月份呢 那個平均的時薪呢 再比上漲呢 是4.9% 嗯 但是呢 值得一提的呢 就是呢 工資上面那個上漲呢 往往呢 是一輪放水周期的 最後的一波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就預計呢 美國的通過膨脹 在未來幾個月裡呢 CPI雖然呢 會仍然保持在那個高位 但是實際上呢 就已經是在那個頂部呢 去整股了 用回 講股票的形式來講 大家就會理解了 那20月份之後呢 就是在今年的10月份之後呢 根據一般歷史的推斷呢 將會出現呢 是大幅度的下降 嗯 收水那個的 其實它現在講的 收水那個的 是來不及的 嗯 又是因為呢 沒有拿著那個 適合的那個 那個時機 這個並不能夠避免了 這個高通脹 反而呢 會在通脹自然回落的時候呢 的過程裏面呢 就補了一刀 那就是說 它應該呢 在它高漲的時候呢 它要呢 是去收水 但是呢 它已經過了一個時間 而後面呢 就說呢 照歷史來看呢 到今年10月呢 那個應該是下降的 那那時候他們去 去收水呢 去加息呢 嗯 那變成了呢 就會形成了一個 什麼 雙輸的 嗯 那其實呢 那這樣 就會加速了那個 那個經濟呢 是那個墜落的 那好像 舉個例子 大家會明白 多些 好像呢 我們開賽車那樣 嗯 那在轉彎的時候呢 你如果是不能夠 及時去轉彎呢 那你的車尾呢 就會撞到那個外側 那個湖南的外側的 那在這個情況呢 緊急之下呢 嗯 如果你過度又轉去另一邊的時候呢 就沒有及時呢 是調回正方的時候呢 那你的車頭呢 又撞到呢 你的湖南的外側 嗯 嗯 搞不好呢 就會這個 車尾人亡了 那一方面呢 歐美的供應點 加速 可以恢復 嗯 有壓抑的通脹的作用 另一面呢 美元呢 收水呢 又會減少那個需求 那大家看到呢 有兩極的出現 於是呢 海外那個供應的需求呢 就矛盾 那將會呢 加速這樣去緩解 那對於中國來說呢 面臨著呢 在歐美因為外需 那個減少呢 導致了外貿呢 減少的壓力 而國內的經濟下滑呢 和多個點 散發的疫情呢 又會制弱了內需的 嗯 因此呢 這個壓力呢 明顯會增大 所以呢 1月10日的時候呢 這個國常會上面呢 中國呢 部署加快呢 是進行呢 十四五規劃的干擾 是將那些專項的一個規劃 的確定 的重大的項目呢 這個時候呢 就推出來做基建了 那麼1月11日呢 國務院的發布呢 是關於做好 跨週期的調節 進一步呢 是找這個找外貿 那麼呢 而呢 是相比前幾次呢 公盔格的那個會議呢 這次的國常會呢 對基建的態度呢 就更加積極 嗯 更加緊迫 那麼大家也知道啊 就是說 如果他們那裡的需求呢 在歐美的需求下了的時候呢 自然就會對中國那個的需求會減少了 那所以呢 中國現在呢 就趕快趕快 在還沒跌下來之前呢 就推那個基建上來呢 就將那個經濟呢 就推上去 嗯 那麼專項那個債呢 就在找這個發行 那麼投資的項目呢 也要加快的推進 那麼預算呢 投資會傾向於呢 是開工的項目呢 是流傳的資金呢 盡快就落實 而且呢 指導呢 新開的工程項目呢 投資下降的地方呢 就加強了工作 那麼就落實了各地的責任 因為呢 中國那個通脹的潛制呢 就比較少 因為我們大家都說CPI低嘛 那麼你的通脹的潛制少呢 基建的腳步呢 就可以加速了 嗯 那麼2022年呢 年旦二年呢 多個地方的重大的工程項目呢 那個建設開工呢 這些呢就是重大的項目 那個總投資規模呢 超過了多少呢 3萬億元 那麼所以大家看到 中國在12月那個經濟的回暖呢 主要是由政府那個債券呢 支持 還有 還有 有多少項目會上碼呢 那年中國的投資會達到多少呢 大家呢 就將會 持續地去關注 那麼跟隨著這個基建的那個大規模的啟動呢 央行的必然呢 就會適度地放水來支撐 而當這個通貨膨脹互落的時候呢 中國的降息的條件呢 已經是準備了 嗯 那麼人民幣 所以大家會看到一樣的話 就是美元就會加息了 那麼人民幣呢 就會降息了 那麼雙方呢 都是用力呢 打向不同的方向 那麼中美就在這個不同的起伏周期裏面呢 那就相會呢 交錯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有一個叫做 他們一個交叉點就是這個意思 嗯 一個較量 沒錯 那麼匯率呢 兩個那個交錯的接觸點呢 正在承受著這個一個撞擊和摩擦 那麼從2018年呢 貿易戰以來呢 中美那個關係滑落的速度呢 之快 破壞性之強呢 相信呢 已經是超過很多人的那個預料的 到現在估計呢 還有很多人呢 對於過去那幾年呢 中美的關係呢 這個惡化的程度呢 是感到意外的 那麼但是實際上呢 從這個邏輯上面去出發 未來呢 中美的關係有可能呢 會變得更壞 那麼剛才我們之前已經說了 因為美國那個疫情再變壞呢 那麼所以它呢 要在外面呢 再找它的那個政治 那個成本呢 所以就會更加製造麻煩 而在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那個關係呢 可能呢 就會更加更壞 會更加親 而中美關係之中呢 有兩種是相互對臟的那個趨勢的力量 正在那裡加速 一個呢就是說 中國謀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決心呢 就不會改變 第二個呢就是 美國對於中國的歇制呢 和打壓呢 又不會改變的 嗯 那這兩種的力量呢 對臟呢 就好像火星撞地球那樣了 只會使到中美那個鬥爭呢 在今後的別增呢 是更加的激烈的 因此呢 大家要為中美鬥爭呢 可能出現的更壞情況呢 就做好準備了 特別呢 想投資方面 那在排除 直接中美那個戰爭之後呢 那其實 中國和美國呢 你說如果是打的時候呢 其實那個機會就不是大的了 因為中國現在已經 因為關了牌呢 很多方面呢 在那個 那個 那個戰爭方面 那個裝備方面呢 還有它的那個 準備呢 已經是很足夠了 所以美國呢 就不敢去動了 所以為什麼近期 你會看到 美國就是搞 俄羅斯這樣搞 是啊 沒錯 中美的關係呢 這個最壞的情況之下 美國有可能就會對 中國 這個是推測的 估計而已 會對中國呢 發起 全面的貿易制裁啊 還有禁止中國的出口呢 是流向這個國際市場 那就是阻止中國呢 從國際市場呢 獲得別要的一個戰略的物資 那就是阻止中國的使用呢 美國主導控制的國際金融 這個體系等等 但是呢 這幾年後 幾年後呢 或者大家會發現 當幾年後 這些事情發生了之後呢 相對上呢 這些上述呢 非戰爭性的最壞情況呢 當前呢 中美在這個 那個在前面提到的 領域裡面的鬥爭呢 其實它的那個 強烈度和範圍呢 可能呢 還算是比較溫和的 因為沒有戰爭之類的 你搞什麼來講 其實 還有中國呢 都能夠應付得到 所以大家會過了幾年之後呢 會覺得這個溫和 等於現在我們看回那個貿易戰 當時搞了這件事呢 其實很多人都跟我談 哇 這個美國這次很厲害了 嗯 很怕 中國呢 金融會輸 但是過了之後 我們看回一下 不額如是 那又會比較呢 是能夠接受的 在這次的鬥爭裏面呢 如果大家小心投資 也可能呢 是會藉著這個中美的鬥爭裏面呢 是因為它大家在那個 每一次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這個金融上面出現的那個震盪呢 其實呢 這個財富轉移 那 而大家如果是在這個 投資方面就小心 或者是藉著這個 中美的鬥爭裏面呢 就獲得那個財富轉移 成功 嗯 那這個就有 那等於我們說 買樓 很多時候他們說 有些人會說 喂 我買樓 是 什麼時候會賺錢呢 什麼時候適合買樓 那這個就看你什麼時候買樓 因為 大家都知道 你在沙士之後買樓 和在沙士之前買樓 也不同 沒錯 當然每一個危機 就是樓價跌了的時候 你進去 那你之後就上來的時候 你賺 所以很多時候你會看到 他們就算在買樓那裡 投資 是在一些低位 或者在那些叫 比如金融海嘯 金融風暴 或者是以前的沙士的情況 那那些反而你會看到 他們是賺到錢的 嗯 ok 到這裏來說 大家可以理解到 整個疫情對於美國的影響 還有 美國佬呢 就在現在的加息情況 香港呢 在那個經貿方面 出現問題 所以為什麼你要看到 中國呢 現在其實呢 是很多在那個 經貿裡面呢 去擴張 而抵消 這個 美國那個影響的 所以大家就明白 那個RCP 和 我們所說的話 其實呢 根本來說 大家會看到這個 開連 那個中國的外交 這個我們根據中國的 那個微信裡面的 官方微信那些資料 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其實呢 中國外交多年來呢 是相當安靜的一幕 因為又不是有什麼峰會呢 但是在短短這幾天呢 那麼就 中東六國呢 那個外長呢 連接呢 來中國訪問 嗯 譬如說 有 1月10號至14號 海灣四國 四國呢 就是沙特阿拉伯 阿拉伯 阿曼 巴林 那這四個國家呢 的外交部部長呢 還有呢 海灣 這個阿拉伯國家的 合作委員會 秘書長呢 先後呢 就訪問中國 那應王毅那個的邀請來到訪的 那接著呢 就土耳其 和伊朗的外長 也都在12號 14號呢 訪問中國的 而1月10號呢 就是14號呢 這個沙特外長 這個外交大臣 這個叫費薩爾 科威特的外交大臣 兼內閣事務官員 叫黑曼德 那曼德外長 巴德爾 巴林外長 是澤耶利 那這個海合會 海合會就是海灣合作委員會 這個講的是中東那個 那 秘書長呢 立伊夫呢 來中國訪問的 那1月12號呢 就土耳其的外長 帕姆澤布魯來訪問中國 1月14號呢 就是伊朗的外長 阿波杜拉 這個欺揚呢 就來 來華 就是訪問的 那這個 這個 報章裡面說的 之所以罕見呢 他說這次又不是開什麼 東議會呢 而是這麼密集 那中國那個外交史上呢 算是少有的 沒錯 所謂呢 外交無小事 那這個呢 就肯定呢 就不是說順流開河 那是無心的安排 那這個肯定是刻意安排的 那第二呢 他來的呢 還有些呢 是清一色的 是中東的國家 那這次 大家知道呢 他們呢 有些國家之間的關係呢 還是對的 那但是呢 他們都能夠 同時呢 是來華訪問中國 那第三個重要呢 就是 有一些呢 是第一次來中國的 就是這個廢山爾 是中國今年 接待的第一位的外交的外長 這個也是中國第一次 這麼大規模 邀請中東國家的外長呢 那而人生的第一次 來中國來訪問 因為他們以前都沒有來過的 他說 總是呢 有一些特殊的疑含在裡面的 嗯 那外長的第一次呢 有時候呢 傳遞出呢 是會豐富的那個信息 那這個是講明什麼呢 第一個 講明呢 他們對中國特別信任 信任不信任呢 行動就最重要了 至少呢 有一點就是 這個國家對中國那個 這個抗疫 成功呢 是肯定的 如果不是 都不肯定 等於我 我最近就打電話 問我們那個客人 我說 你今年四月呢 美國有個展覽 我們公司也有個 五位在那裡 但我說 我未必會來的 那那個客人 你怎麼跟我說 你不要來啊 我們政府呢 是控制不了這個疫情 你千萬不要來啊 哈哈哈哈 這個講出的事實出來的 是控制不了的 完全失控了 現在 但是老尾就覺得 問題當然是我們 怎樣的了 但其實呢 這六個國家 訪問中國的時候呢 其實呢 就在涉疆問題上高 和人權問題上高 其實都很支持中國的 已經表達了出來的了 那的時候 還有表示的時候呢 其實這次的整個活動呢 就是 規模是很大的 因為的時候 來到的國家 全部都在中東裡面 舉足輕重的 還有的時候呢 他們在 就是 雙方的 談談會談之後 那的時候呢 跟那個 海灣阿拉伯國家 合作委員會呢 就 除了舉行會談之外呢 還簽署了聯合聲明 那 而且 一致同意呢 盡快去完成 中東 和中國之間的 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 建立 中東 和 這個 中國和 海灣阿拉伯國家的 自由貿易區 提升貿易自由化 便利化 其實的時候呢 就是告訴全世界 老美 我不騷擾你了 是不是 S先生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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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我們剛才講了一個要點 我或者是 再談一些細節 大家更加會理解 好 好 現在呢 中共等地呢 那個形勢呢 都很嚴峻 但是相比歐年呢 中國還是呢 就不知道 好了 多少倍的了 嗯 我們當然是講幾十萬人 我們在講幾十萬人 很簡單 如果中國的疫情 是一團糟 那如果來的人 又擔心會被感染 那這些外長呢 還會這麼輕易呢 會來中國嗎 那麽呢 那麽呢 而且呢 還會連續地來 嗯 那麽 那麽呢 第二個呢 就是搶著呢 是拿著跟中國那個 經貿那個紅利 和那個機遇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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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年全世界的經濟是因為受到疫情影響 可以說是一片蕭條 但是中國卻是最表現最好的一個最大型的經濟體 而這個世界上誰願意跟錢過不去 這一次中國跟海灣國家的自貿協定肯定會有突破 何況中國還有疫苗 所以巴林的外長見到王毅的時候 幫著王毅就說非常感謝中國提供了兩針的疫苗給巴林 而且這次來說也看到一件事 中東國家是期望中國來主持公道 因為這些中東國家有些彼此是不對頭的 比如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就是老冤家 這個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也都有摩擦的 都沒有關係 因為中國是有智慧幫助去緩解 六個中東國家分離三組 海灣四國是一組 土耳其和伊朗是各一組 四組人 大家是不一樣的 你們有分歧 但是不妨礙你們都是中國的好朋友 雖然這個國家幾乎是同時來到 也都希望中國是不偏不倚的來主持公道 破解最棄手的問題 中東棄手的問題就是一大堆 也都是問題多多 有野門的問題 巴爾的問題 伊拉克的問題 敘利亞的問題等等 而最棄手的問題就是毫無疑問 是伊朗的核問題 這個不僅僅是戰爭與和平 而是生存和毀滅的大問題 美國政府在搞亂局 使得這些問題越難排解 中國態度就很明確 國際核不擴散的體系 就必須維持 就不能夠被核擴散到其它地方 同時也照應到 那個地方的國家的正當的合理安全的關節 中東國家 大家都不要內鬥了 都是聯合起來自強 這個肯定是有難度的 但是中國會支持你們的努力 其實這裡解釋一點點給大家 而其實中東裡面 是有一個叫做什葉派和信利派的 而中國就和這個什葉派和這個信利派 都是有友好的關係的 而在信利派裡面就是沙特阿拉伯 什葉派的大陸就是伊朗 而只有中國對這兩派都是友好的 而也都對這兩派有個影響力的 反過來看 我們看美國 美國就是支持信利派的 就是去壓迫什葉派 這個就是美國人對什葉派為敵 就是對伊朗 因為伊朗是以伊朗為首的 其實它利用兩派的矛盾 就是美國利用這兩派的矛盾 來製造那個麻煩 而使得美國是獲得那個利益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要解這個中東的結 你會不會去找美國 肯定就找美國利用這件事 很不容易的 特別最近說 大家都知道 哈薩克 因為哈薩克一過去 中國一過去的時候 就會到哈薩克 哈薩克一到 跟著上面就是沙特阿拉伯 下面就是土耳其 所以對哈薩克這件事 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 也都非常去關切的 因為這個是關切到一帶一路 西面發展 非常是一個重要點來的 所以為什麼美國老人在那裡搞鬼呢 就是為什麼 大家不能夠對 不能夠 不對中國的中東外交 是佩服的 它可以跟各國建立 和保持良好的合作 中國的關係和發展 中國的國家 現在對美國越來越清楚 所以這次來講 他們是期望中國 能夠幫他們主持公道 改善關係 和去改善經貿的合作 為什麼不找美國呢 美國究竟有什麼問題呢 S先生可不可以多說一些 我們都很想知道 搞什麼呢 其實一件事 是 剛剛我們說過 中國對於信尼派和受接派 兩個都友好 也都有影響力 是 沒錯 但是美國也一樣 美國就是找信尼派去打益 什麽派 然後制度有它的利益 它要制度你那個戰燈 賣武器 還有打壓伊朗 所以如果你找美國去做 美國都第一個 美國不願意這樣搞 因為美國來講 叫做趁火打劫 是 越亂越好 沒錯 做生意 那它只要賺到吃 如果你們是世界和平的 美國人沒有錢賺的 但是很可憐 所以它要越亂越好 混水摸熱 趁火打劫 所以你如果找美國 美國也不願意去做這件事的 還有美國跟他們的牙齒印這麼深 最近來說大家都知道 伊朗說 你一年前殺了我那個將軍 沒錯 現在他說要審判 美國人 這個龐佩奧和這個大利浦 要審判他和抓他撞監 所以你說美國的牙齒很深 你找他來做中間人 那怎可以搞得到呢 是很可能的 正如剛才大衛所說的 還有它這次來說 剛才我們也只是說了 這個世界我們再下去的時候 因為美國那個的加息 會也引到金融的震盪 現在一件事 其實每個人都在找水泡 還有最好的是 加強自己的經濟發展 而中東國家看到你 RCP已經成立了 也都是一個成功的個案 所以它趁著今年一開始的時候 也都是來和中國去談這件事 所以其實中國那個外交部和海俠秘書長 有個聯合聲明 裡面有四點的 我今天要重複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個它說盡快要建立 中海就是海灣合作委員會 因為它是一個波斯灣 海灣合作委員會 它這個國家 戰略的夥伴關係 第二個 就是盡快去簽署 中國中海那個戰略計劃 由2022年到2025年的行動計劃 就是說它先訂了行動計劃 2022年至25年 我們有什麼要做 就是等於我們中國說 訂了一個五年計劃 細則訂了一個計劃 成時間表然後去執行 那第三呢 這個重點 就是盡快完成中海自由貿易協定的凡判 建立中海自由貿易的自由化 便利化 還有統籌呢 是推進雙方的經貿的利益 那第四呢 就是適當時 就在沙特阿拉伯召開 第四輪中海的戰略對話 而這個中海的聯合聲明呢 其實這個可以說 是複製了RCEP的成功的經驗 是有利於海灣各國共同發展 和這個致富的 那在這裡大家看到 中國的晚禁呢 就是和這些國家呢 是增加那個貿易 打開那個貿易的那個領域 而RCEP之外呢 那現在又搞了中東的時候呢 那所以中國那個經濟呢 基本上就會上升的 那大家就想一下 中國上升 美國歐美升 現在還在搞一些新的疫情 那現在我們剛才也說了 如果它這次這麼大規模的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呢 感染 美國可能過幾個月呢 又出了一個新的變種 如果這個新的變種呢 又不知道會是什麼情況呢 那大家就想一下 這個呢 就肯定會將歐美的經濟呢 會打得很差的 那所以就變成了 中東 這個東南亞 東亞 中國的經濟會上升 東美的經濟就會走錯 那這個就是 八年一遇 那個的變化 真是 中國有句話 天時地人禍 就是國家衰運 民衰運 像美國現在又生火 又下大雪 又什麼都齊 另外一個就是 涉疆的問題 也有了表態 所謂新疆問題 這個只不過是西方國家 抹黑中國一個重要的手段 但是最有意思的是 應該對新疆問題 最有表態的應該是中東國家 就是伊斯蘭國家 是 那個看法 但是呢 他們基本 竟然跟西方國家 就不是一樣 就不一致 而沙特阿拉伯的外交大臣 廢薩爾也都當著王毅的面子 就說 沙特阿拉伯 堅持支持 中國在涉疆人權等問題上面 的正當立場 那麼王毅也都說了 沙特阿拉伯作為重要的伊斯蘭國家 就是伊斯蘭國家 以他為首的 在涉疆問題上面的仗義突然 講一句公道的話 反對干涉中國的內政 中國是高度讚賞的 這個就是中東國家的態度 老美 你看一下 回頭大家看看 普爾旗的態度 暫時講了 一會兒講普爾旗 那個外交呢 也都作準備的 如果沒有猜錯的話 這個應該是北京 在東奧運會之前 中國最大規模一次的 接待外長 大家自然就不會忘記了 這個東奧運會的這個話題了 薩菲爾也都說 祝願 而且是相信 中國這個東奧運會 將會給得圓滿成功 巴林的外交大臣也都說 巴林支持中國友好 北京的東奧運會 而反對歐美國家的體育政治化 這個世界總是沒有人在那裡搗蛋的 但是很多國家是更期待 北京的東奧運會 是做得很精彩的 所以最近美國不是說 向聯合國申請 要求取消中國那個 那個東奧運會 為什麼呢 因為 你中國搞得好 你中國又沒有什麼的疫情 生意 經濟沒有影響 那就很自然 影響美國佬很差 是 大家看得到這個 看得到 不用人說的 兩個世界 兩個 你說說你自己怎麼樣 美國優先 這次就是美國優先 百多萬人 就是有什麼學習的 優先 這個優先 外交鬥爭 外交鬥爭 就要有理有節 有理有節 中國有一句說話 就是 打得一拳開 免得八拳來 因為你一拳都頂不住 每個人都走完 就是你幾拳 我曾經說 中國第一個搞定 你美國先 同時 把朋友搞得多多 就把敵人搞得少少 肯定是最符合 中國整體的利益 現在西方國家 步步進逼 但是 朋友 紛紛都到來中國 全世界 都明眼在那裡看 這個就是中國外交 那個特位 大家都會明眼看得到 期間 而且 外交官 大家會看到 這段時間 王毅最近 也都很拼搏 這個應該也是 他最忙碌的一個元旦生 他剛剛完成了 今年第一次的旋風式訪問 非洲三角 阿勒特里亞 肯尼亞 莫科羅 訪問了兩個的印度洋賭國 一個是馬爾代夫和斯里亞加 回到中國之後 又馬不停蹄地去外交 這個電話外交 接待一個又一個的中東外長 今年那個中國的外交風雲 感覺好像被人感覺 早了一點 因為很多時候 中國會在農曆新年之後 開始開工 但今年好像 元旦已經有很多 開年的外交風雲出現 不開不行 實在太重要了 因為美國就是倒閉 所以又跟歐盟見面 又跟法國總統顧問 又見面 又跟中東又見面 跟著的時候 之前跟非洲又見面 真是 哇 見了很多人 馬不停蹄 完全是很誇張的 又去年年底開始 是不是 先生 我看了很多資料 是 不好意思 第一時間 第一時間 領導人 向哈薩爾總統 托卡耶夫 自口信 公開表態是支持 現在王毅也表態 是中國歡迎 這個托卡耶夫 出席 東奧運會 開幕預式 這個 真是可謂的 中國 外交 神來一筆 外交官 都很辛苦 也是王毅最拼搏的一個時間 應該也是他最忙碌的一個元旦生 是 這個是的 好 慢慢來 這個是的 因為整體來說 其實我們看到 為什麼會這麼馬不停蹄呢 因為其實 我們看到 就是哈薩克之前的事情 是不是 現在 俄羅斯和美國 都在 會談 這樣的時候 雙方 都是唇槍涉劍 開會時間又長 因為對於 烏冬的問題 其實 雙方都要去談 不談的話 就是 隨時 俄羅斯 會在古巴 那裏 放一放導彈 在那裏 反過來 看看老美用什麼 的感覺 我們也知道 當年的時候 就是 有所謂的 珠灣事件 就是 古巴的時候 是吧 當時的金乃迪 面對這些問題 那時候他怎樣處理 和解決呢 現在 俄羅斯所說的話 其實 有理有折的 因為 你有沒有搞錯 你把導彈放在我家門口 跟著的時候 你不斷去 越遠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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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 所以的時候整個國際局勢是很吊詭的 剛才先生也提過 就是為什麼現在這麼忙碌呢 因為 未來的國際局勢 其實會有很大的變化 因為 俄羅斯和美國 或者北約的 會不會是真的 有戰爭的發生呢 我們其實都會擔心的 俄羅斯擔不擔心 當然擔心 老美呢 其實 就不敢動的 其實 但是的時候 如果你說歐盟其他國家會支持的話 他真的不怕 因為動手那個不是他 那就是 坐山觀虎鬥 看看俄羅斯和北約會怎樣動手 美國就不會出錢 又不會出力的了 他都說過會經濟制裁 雙方就之前談好 告訴大家 放心我們不會打核資戰爭的 但是不會打核資戰爭 不代表他們不會打常規戰 導彈射來射去都有可能 這個是一個最壞的打算 大家先說明先 醜話先說明先 這樣的時候 核資戰爭就不好玩了 因為這是對大家沒有好處的 但是如果打常規戰的時候 其實都很大問題 中國呢 必須要在這段時間裏面 去部署好整個中東的局勢 因為的時候 其實大家 幾面戰士現在已經開始緊了 就不像往年那樣 大家可以很舒服等過年休息 其實現在是沒得休息的 美國正在走 中國其實也同事正在走 其實這次的時候 海灣六國來到中國的訪問 其實是中國方面 亦都提出邀請 其實雙方真的要敲定一些東西 還有接下來 怎樣去美元化 怎樣用回中國的貨幣 或者用回數字人民幣去做一個交易 我覺得呢 是中國裏面的當務之急來的 如果當你很多 確定了所有的經濟的時候 我們一開始推動 就會達成一個 聯合的效應 尤其是RCEP的時候 1月1日剛剛好完成 現在1月15日 其實1月10日左右 已經開始找人談一些事情 俄羅斯也跟印度在談 所以整個國際局勢 現在基本上 就大局已定 老美有沒有哪個國家 跟他外交談起來 是成功的呢 暫時看不到 還有沒有人好像願意跟他談的 我們看的CCPP CCCPDP 那個亞太經貿組織的時候 其實美國都說不玩的 他寧願自己有一個不美協定 這些情況之下 其實整體看起來 對於老美來說 真是很不妙的 因為他要去解決經濟問題 不單止內部的問題 他一定要有外面的生意 可以跟他做的 現在各國都不說他 其實呢 我想他都挺頭痕的 是不是? 師先生 是啊 或者回應一下你 其實這次俄羅斯 大家看到他很強 對美國 其實一件事 被俄羅斯看通了美國 你都被中國玩死你 你玩中國 中國反制你 你都不能動 之前我們不是說過 俄羅斯已經是 中國已經是 單了聲的 找中國支持 中國就說我支持你 那因為 剛才這次來講 美國擺明一件事 就不會打的了 他講明就不會打的了 只是會出口術的 幫這個烏克蘭的 變成了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做到 如果你是經濟制裁 中國有中國幫手 俄羅斯有中國幫手 那他會怕什麼呢 還有這次一件事 大家要講 你說美國優先 你是全球霸主 你全球霸主都沒有人找你 好像每個人都撕開你 你走了 除了現在歐洲 歐盟還跟他一起 全世界人每個人走去拜會 在中國和中國 加強貿易 大家就可以看到 你是民主 民主都沒有人找你聊天 沒有人請你喝茶的 自自然 大家就看得清楚的了 而我們可以說 中國那個 今年來講 開年 就是開年 那個外交是準備開發的 去年也是一波的外長 來訪問中國的 但是 但是 去年那個全部都是在四月 是一些鄰國的路本 記得當時 有俄羅斯外長 去了廣西的桂林 而東南亞四國的外長 去了福建的南平 韓國外長 去了福建的廈門 這次 黃美洋、江蘇、毛石 都見了沙特阿拉伯 和巴林外長 越來越 大家看到 中國很多的中小城市 都成為了 中國外交的主場 中國的外交 就真是遍地開發了 現在是哪裏 中國外交也都在那裏 發生了一個很深刻的變化 中國外交官 這麼拼搏 還有精彩紛紛的元首外交 哪怕是北京 最高級別的電話外交 電話外交 電話外交 口信外交等等 最近中國 中國連接不斷的 尤其是 哈薩克斯坦的問題 給人一個感覺 很快 一塊就是 哈薩克斯坦的總統 當機立斷 很果斷 第二塊就是俄羅斯 那些信出竹丁很強旺 第三塊也是 中國第一時間 口信給哈薩克斯坦 口信支持他 邀請了 來看這個 東奧運動會 非常光明 現在並不是一個和平 現在不是一個和平的世界 西方國家也不是全世界 西方國家並不是代表全世界 而在廣大的非洲、中東 和中國周邊 還有很多中國的好朋友兄弟 都是那句話 中國只需要淡定 越是遭遇的口言 越是要淡定 要冷靜 越是憤怒的時候 就越是要冷靜 因為如果是辱馬 和恐嚇 這些事情 不是戰爭 而長袖善武 更能夠考驗中國的功夫 中國八年以來的大變動 也呼喚著世界級的中國的大外交家 因為中國是全球的治理官 是平等合作 共同 這個合作共贏的理念 正因為中國 向來都不會將自己的意志 或者自己的意念 強加於別人 所以 是相關國方的勢力 都願意和中國合作的 自然也都願意 找中國 美國是居宗來幫助協調 正如今次的中東國家 找中國來幫忙協調 因為有些時候 大家是有拿此印 你再找人 人家會互相 最好找個中間調停 調停到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摸到底了 大家可以坐在一起 那就方便 但是如果美國的參與 你能夠是越搞越亂的 只有中國的參與 只是真正可以解決問題 所以未來中國 或者能夠引渡了中東的變局 例如梁氏的發展 特別是能夠在最大程度上 是防止了中東出現的 這個情況 一帶一路的建設 大家都知道 一帶一路經過中東國家 是最大的 平等互利的合作的平台 如果中國能夠 將中東各方的勢力展合 或者是引渡到一帶一路的建設裡面 中東只能夠實現良性的變局 中東三大的勢力 這個六國的新年 開始來華訪問 剩下來的 只是以色列沒有來的 那麼以色列會不會來呢 最後是講一個故事 給大家聽聽 那麼在2014年 7月的時候 中國領導人去到這個房郭 進行各時訪問 那麼在這個青瓦台 各年上面 當時呢 朴槿惠 7月呢 就請來那個圍企高手 叫做李昌浩 作創判的 當時呢 中國領導人呢 對他們說 這個圍企裡面呢 是包含了人生的哲學 以及世界的那個建立 他說現在當今的世界呢 他猶豫呢 在下一個大棋 這個呢 其實當時呢 中國呢 已經是講明給大家 因為大家細心去理解 其實中國不會 會計較呢 所謂用中國的術書 一城一城 一個地方那個失陷 他主要就是看大局 跟著大陸的部署 如果大家玩圍企就知道 圍企就不是講行企 是講你的佈局 你旗子一下去 開始的時候 沒錯 大家根本就看不到 看不到什麼 就是的 到中國了 就是大家圍企 就是初期 大家給一些關鍵的位置 先下了旗子 然後慢慢默契的時候 到中國的時候 大家基本上 就會看到那個旗局的變化 跟著後面 就殺局了 就是說你贏就贏了後面 所以就說 中國現在首先佈好那個局 佈好那個局的時候 時間長短不要緊 佈好那個局的時候 那個局完成了之後 你會形成一個什麼 中國人說的 天時地利人和 這個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中國的變化就很大了 還有 美國現在下去的時候 其實我也在想 自己 好像我們每個星期 說的美國怎麼壞 但是問題是一樣的 就是 現在下去的時候 大家看著美國怎麼死 怎麼壞 沒錯 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情況 我們都不想說到它壞 但是它真的 整體來說 你看不到它有什麼的 德政 還有什麼是做得對的 我們怎樣可以 做得對 現在去處理一些事情 我不是想活蹟它 雖然它對我們非常之不友善 但是 如果按照我們對 每一個人的觀感的話 無論我喜歡不喜歡它也好 其實我都想它過得好些 但是的時候 你看到它很多策略上來講 好像在推自己去深淵 我不知道它究竟搞什麼 但是的時候 很多它應該做的事情 就沒有做到 不應該做的事情 就做了一大堆 什麼叫不應該呢 其實它現在應該是 先搞好自己的疫情 還有的時候 真的做一個很好的宣度 叫大家戴口罩 因為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聽到 我的美國的朋友 Jesse說 當它去到三藩市的時候 其實 只有一個人戴口罩 或者在街上 所有人都不戴 因為覺得 我們現在已經群體免疫中 所以我現在感染 歐美窮是應該的 趁這個時候 我就先感染了 但是的時候 只有極少數極少數的人 是注重自己防疫的 雖然的時候 美國CDC就表示 你現在要戴N95 如果你不戴N95 或者KN95的時候 這些比較強的口罩 其實染疫的機會 是非常之大的 因為醫療系統 受不了 但是美國去做的事情 永遠都是民粹的 無論它決策了什麼 那時候 其實都有人反對 都有人不滿意 接著又推翻 又重新再來 其實在美國管治上 那裡是非常之嚴重的 那麼這些情況的時候 不斷地發生 無限盡力的時候 其實美國都是真的 就是 想不到 它不會是 有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法 可以去解決到目前的問題 包括聯儲局 解釋 其實我覺得也是一樣的 先生你覺得呢? 不好意思 很多話說 是一個 因為美國是一個 叫做什麼 資本主義社會 那資本主義社會呢 它的目標就是賺錢 那它現在 這個呢 你在國內 現在其實 那後面 就是之前的20年 可以看到它們的很大的變化 它們做業的手法就是 首先不要先看利益 看要做那一件事 應不應該要去做 那應該做就做了 然後呢 去想其他東西 去配合它 但是美國呢 就不一樣 美國呢 就是資本主義社會 就是我先看到這個資本 那我變成我 我只是看我的利益的時候呢 就跟著呢 我就應該做的事情 就要避開了 變成你把你應該要解決的事情 就因為你扭曲了 變成你想解決就解決不了 這個最大的問題 第二個 我們也是說呢 它那個民主的系統 是出現問題的 其實這個是 等於美國聯邦政府 大家看一下 聽一下新聞就知道了 歐美國家現在還在說 立例去戴口罩 喂 兩三年前都說了的事情 現在一次來做 等於美國聯邦政府說要定例 就說戴口罩 你不戴口罩 我就抓你 但是德州呢 它就說 我禁止你戴口罩 誰戴口罩 我就抓你 你看到兩個那個的 那個政令 是不一致的 你民主社會怎麼搞 亂七一頭都 所以現在講的民主社會 或者講的民主社會 人權這些事情 給人一個感覺就是 戰亂很混亂 這個治理是很多問題的 就等於民主社會 所以現在為什麼美國 最近有一個消息就是 中國說 你這麼多 你每個人的飛機 都驗測到有感染的人 是 這時候我停下來 不給你 那美國現在說不行 你這樣做 我要報復這樣 你想一下 因為 之前兩集我都講過 你現在是不要期望美國 歐美國家會是怎麼去 封城 怎麼去 怎麼抗疫 不會了 因為它主要是講那個經濟 嗯 嗯 所以 照樣下去 那現在我今早就聽了 嗯 那他們說 少了一萬多人呢 的感染數字呢 他們說已經是覺得有改善的了 所以就不會再收緊那個 那個防疫寸廁 反而反過來 他們會放鬆那個防疫寸廁 喂 你在講幾十萬 幾百萬人 你還在講我怎麼放鬆 是啊 這個大家聽下去 真是不能夠理解的 你明白嗎 是 主要因為是他們 基本主義社會 可以講得不清楚 死 他們會死到那些有錢人 不會的嘛 是 你死到窮人 我看到有些事情 就說 再講幾 其實兩年前 所說而已 因為 死的 佔大部分的人 都是老年人 歐美國當然覺得說 老年人死了 對社會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他們都是到年紀的 是嗎 所以 我常常取笑 香港的一個廣告就是 到這樣的年紀 還了這個新冠 都賺了 是不是 這些就是不對 社會那個 是啊 社會 還有他們一樣 就是 喂 你這幫老年人 會給社會福利你的 喂 你現在自動升仙 我便減輕了社會的負擔 所以 大家的看法 完全不是一件事 還有一件事 他也洗手 就說 要求中國開放給他們 正常 這個 叫什麼 航運 這些東西 嗯 他當然是看到你的眼神 你現在中國這麼少 這麼少個案 不像我美國這麼亂的 不是幾百萬人 顯得我美國這麼優先的 如果你中國 正如我一樣 這樣的時候 那就天下太平了 沒事了 所以他經常吵架 你不應該是清零的 你這個政策是錯的 應該是與病毒共存的 那現在就看到這件事 其實一路一路下去 大家會看到 兩個體制 兩個文化 越來越被人看到一個 很清晰的比較 嗯 這樣 沒錯 這個其實那個比較 我們看得很明確 但是 醒不醒呢 這個我們就不知道 但是的時候 目前來看 其實中國所做的事情 我自己覺得 為什麼這麼特別 是不是真的運氣的問題 美國做什麼都錯 中國做什麼 都對的 這個方向 是不是有關國運的問題 哈哈哈 先生 這個你可以說 是國運 其實是一樣的 你那個做的那個條件 就是等於你 OK 我這樣比例 大家明白 大家做個根基做得好不好 為什麼人家那個可以 中國可以建一層 就是叫做什麼 百多層樓的 你美國是建了七層樓的 主要一樣 你的根基 你的根基 打得不好 一個打風下來都要倒樓 那變成 我們大家會覺得說 可能是那個國運 其實呢 不是那個國運問題 是你很多的準備工作都沒有做到 你的基礎都沒有做到 你怎麼去抵禦一些意外的事情 很多時候就說 中國裏面做的就是 我能夠控制的事情 先控制 我和我願意到 將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我做完去準備 等於現在中國那些房屋 它有不同的區域 震區不同的 我看到有支支援 有些是要抵守六級地震 有些是七級 有些是九級 有些是十級 因為在你的地方 譬如說 你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 你在廣東的 你根本上你不會有地震 所以他們的樓房的設計 是可以抵守到六級 或者七級 就已經是足夠的 但是如果你去到四川 那些地方 他們現在的建築 你那個建築物 是能夠抵守十級地震 這個就是你做了一個準備 但是這些 未必每個人看得到的 以前 美國一直在抹黑中國 很多人聽下去 等於現在 在中國裏面 說在50歲以上的人 都經歷了一件事 他們是很崇禮的 甚至是我那時候 出來打工的時候 為什麼我要去美國公司呢 我是覺得美國公司是好的 是啊 我是去美國公司 去學他的制度的 是 但是只不過進去之後 就看到 體驗到真實的美國一面 所以為什麼我向來 不會覺得美國是 覺得 是 因為當你深入的社會 你看到它 其實很多髒話題的事情 不是那麼好的 但是現在中國就是 那五十歲以上的人 以前 在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是很崇禮的 什麼都走向中國 現在這幫人呢 其實 在這十年內 已經是清醒了 已經看到了 美國一邊而言 在那裡騙人 但是可以告訴大家 聽聽 九十年後 那幫青年人呢 還有 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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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些人呢 反而那幫人 是不會崇禮的 他們是對於美國人 是不會有好感的 是取笑美國人 所以大家看到那個 情況不同 明白嗎 那幫人 是得到教育 還有得到家庭的教育 方面是比較充裕 還有中國的經濟 是在那方面 和在七十年代 六十年代那幫人 完全不同 都看了一件事 那大家都不同 還有 但是肯定一件事 就是現在很多人 就清醒了 就認識到這個美國 我記得 我當時前兩年 我找了大衛sir 是我找你 是啊 沒錯 當時在那裡 在一步的時候 我說 為什麼你們這些人 究竟原來 完全不知道美國一回事 所以我就主動打電話 給大衛sir 大衛sir 我想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嗯 也很感謝大衛sir 不要這麼說 我學習 學習 真是學習 我們要把 現在那個 因為我過去在美國公司 也都去過很多歐美 所以去過世界很多地方 然後我看東西 就比較是 用一個平常心 我也沒有說偏當 哪一個 但是我用一個平常心來看整個世界 嗯 然後就看到他們的國 當然每個世界 每個國家有好 有不好的東西 有他們的文化背景 有什麼 但是最重要的是 哪一樣東西適合我們 嗯 沒錯 沒錯 我這麼多年 在接著歐美 還有在那邊也都去遊歷過 但是可以說一件事 我香港 絕不會考慮過 就會移民到這些地方 還有 因為 在70年代 我們香港的商人 叫美國 叫一個叫 barbarian country 野蠻國家 因為他們去到那邊 會受到很多歧視 不公平的那些東西 其實他們就會很清楚 但是一般的人 因為 可能說 美國的宣傳機器 一直連續著 美國那個的夢 美景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那現在 大家清楚了之後 其實這幾年 我有很多評論 這個世界真的變了 好像 以前美國說的東西 現在是中國說的 以前 他們批評中國的東西 現在全部美國都做了 以前 中國是爭的 美國是中的 現在好像 這個位置 完全兩個都調轉了 是啊 有啊 非常之強烈 這些感覺 你看到 整體上的感覺 整體上的感覺 看不到 為什麼發生什麼事 我們會反省 以前錯就是錯 對就是對 既然以前錯了 我們想了解 什麼叫真相 所以我們就要做很多功夫 去了解一下 我們以前為什麼會錯 現在為什麼會對 其實是很重要的 這個觀念 先生 我們真的 學習 活到老 學到老 不要這樣 是的 真的是 這個是我們自己的 一個看法 是的 OK 好 今天很棒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好嗎 好啊 沒有問題 多謝你 謝謝 好 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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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多谢Ed先生对我们的一些说明 我们看到因为不知不觉已经做了很久了 其实一直在Ed先生打电话来的时候 说想要谈 我们也是一直谈下去 因为我们觉得知识才是真正的力量 我们要了解国家现在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必须要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事 越看越清晰 所以判断力亦因为我们的知识多了 越来越清楚 希望大家支持 大卫常会努力做好现在的节目 还有找更多有份量的嘉宾 譬如如柱基兄、Simon兄 有些朋友因为时间上高就没办法 所以没办法再跟大家做节目 这个也是很可惜的 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会精英求精 学得更多东西 所以努力中好吗 大家加油 记住订阅大卫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记住是免费的频道 还有我需要大家的支持 因为经营频道真的不容易的 多谢大家 今天时间到这为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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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